大家好,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说明清时期的历史 我们之前也说过,上一集清朝以蒙古人作为他们的重要长城 而明朝可以说最后一道长城是被他自己所摧毁的 而这道长城就是我们今集要讲的故事的人物 让我提示你,他是一个东莞人 袁崇环 没错,袁崇环将军可以说明朝末代 无论是稀宗还是最后崇禁皇帝手下的一名猛将 亦是镇守我们中国北方边防的一个重要人物 其实他小时候非常爱好这些军事 而且对于当时明朝未很注重的辽东军务已经非常关注 而这个时间在我们北方的边防就出现了后来的一个重要的心腹大患 四个字的 鲁尔哈赤 对了,没错 鲁尔哈赤所带领的后金和他的八旗兵 已经在我们中国的东北位置崛起 并且成为明朝末年一个最重要的边防隐患 在明朝的天啟二年,即是大概1622年 他们明朝滅亡还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当时袁崇环就入京面见皇帝 当时的皇帝还未是崇禁皇帝 是明稀宗 他就向皇帝提出了很多正边的政策 即是如何防守边境 亦因此受到稀宗的赏息 破格提升他成为兵部的侍郎 主要是去管理辽东的防务 而做了这个位置之后 他为了更加了解辽东防务的需要 他私底下冒着被俘虏的危险 就出了这个山海关 在这个辽东的地区 山海关外就巡视了十几天 更加进一步了解到 当时附近的整个地形环境 和后金的步兵情况 而当后来这个辽东告急的时候 他更加自告奋勇 要去到前线 就被委派成为这个兵部的签示 专门负责关外的军事行动 亦因此就开始了他这个犬马的一生 在他负责这个辽东军务的时间 他巡视各地的这个防务 他就发现如果要守着这个山海关 只是派兵在这个长城上面 固守是远远不够 应该还要守着山海关外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宁远新城 所以在上任之后就开始组织这个重兵 去防守这个宁远新城 亦都令到这个宁远新城 成为在关外一个最重要的堡垒 并且建立了一支叫做关陵铁骑 关呢就是什么关 山海关 那宁呢 宁远新城 是的 所以这支关陵铁骑最早就由 负责这个关东防务的这个袁崇环 和这个孙城中去负责 那么后来呢 很多人以为这支铁骑是由这个 总兵祖大寿去组织的 他早就已经是以这个 以导人守导土 以导土养导人的方式 在当地找了一些身体强壮的人士 他入伍加入成为这支骑兵部队 所以这支部队在机动性上 绝对是不会输给鲁尔哈赤的八旗骑兵 而根据明史记载 去到这个天啟七年 即是1627年的时候 发生这个灵感之战的时候 袁崇环觉得当时灵远城的士兵作战不够好 袁崇环就派了4000个关陵铁骑 由这个祖大寿带领 就兜到这个后金军的后方去进行偷袭 因此就促成了后来的宁远大折和宁感大折 并且袁崇环当时看到在这个关外 长期驻扎的士兵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老弱病残的情况 所以他就重新整顿这个军纪 并且将军队里面有些虚报兵额的军官裁减 然后就先后收复了宁远外围的锦州 宋山和游团等地 重新收据军事防线派兵住宅 正正因为这样就大大加深了当时辽东防务的重心 比起关即是这个长城 向北推展了二百多里 亦都因为这样 后金的军队见到这个 袁崇环的步兵排阵之后 亦都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当时就曾经获得 边境的一段短时间的和平 但是袁崇环怎么步兵排阵呢 都不及当时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尤其是希宗时期 最大一个内忧 幻官 没错 希宗时期 幻官最出名的三个字 姓魏 魏宗盐 没错 当时魏宗盐见到 既然袁崇环已经将辽东的防务 解决了 即是边境问题暂且解决 于是他们又可以在这个朝廷当中排除异己 他就将袁崇环旁边的一个 非常好的得力同事 宣城中被罢职 换成一个阉挡之中的骨干人物 高帝去继任 高帝完全不懂军务 去到山海关之后 第一件事 居然将袁崇环所打下来的防务的江山 一概取消 所有的军队全部撤到山海关 最后只留下一个 就是袁崇环极力要保留的宁远城 除此之外 其他所有打回来的新的军事捕虑防务 就撤消了 那这个情况 谁会最开心呢? 后甘 是的 所以去到1626年的正月 当时鲁尔哈赤 亲自率领他们的八旗兵 再次来犯 攻打这个宁远城 当时这个宁远城 在袁崇环的极力防守之下 虽然他多次向高帝求援 高帝一样坚守他原本自己的 这个坚逼清野政策 对于袁崇环的求援 一概不认 袁崇环将军 当时更加是写下血书 和他的报章 一起血战到底 也因此有一句 袁崇环的名句 就流了下来 因为袁崇环的组织 在东莞 所以那句话 还要是广东话的粗口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 查找一下袁崇环将军的名句 最后虽然是双方死伤无数 但是袁崇环坚守了宁远城 并且借助当时明末 向外国扣入的熊仪大炮 击伤了鲁尔哈赤 我们之前说的鲁尔哈赤 那集也有说过 其实鲁尔哈赤的死因 最大机会是因为 这一场战役当中 受到炮伤 然后细菌感染 过了一段时间去世 历史说 当时赢了这一场战役 之后 袁崇环更加为了 增加部队休整的时间 并且试图去看后金的情况 派了这个使节去见鲁尔哈赤 也因此令到鲁尔哈赤的病况加剧 最后屈满而死 虽然这场仗 袁崇环也是打赢了 但是在毅忠然这帮阉党人 从中作劲 令到袁崇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军功 继而奋而辞官 离开了官场 但是很快 这个稀宗病死 由他弟弟朱尤健登基职位 这个视为明朝最后的皇帝 崇禁皇帝 崇禁皇帝上任之后 很重视辽东军务 同时也下定决心解除阉人的问题 所以清除了以往的环冠 重新重用被阉党所打压的袁崇环 这个时候袁崇环更加被授予兵部尚书一职 如果放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呢 国防部部长 他马上回京城见皇帝 陈述了他对于辽东防务的一个看法 当时袁崇环更加制定了一个五年的伏寮计划 崇禁皇帝听到之后大家赞赏 不过袁崇环继续说 如果要真的散这个五年的伏寮计划 他是需要多方面的协助 包括了户部 是要帮忙协调军粮的吊蟹 然后工部就要供应这些器械 然后尼部更加要做吊兵险将 让他可以运用到一些适当的人选去到前线 而且他当时更加要求崇禁帝对他有绝对的信任 所以当时崇禁帝听到之后 就为表决心给了他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赐了给他这个网袍玉带 这个网袍其实就是当时明朝皇帝 对于有功的官员的一个赏赐 还有另一个更加厉害 给了他一把剑 上方宝剑 没错了 上方宝剑就是见剑如见皇上 这把剑可以赋予他临机尊断的生杀大权 所以之后来 袁崇离就开始提拔 刚才我们所说的祖大寿等等的人 去协助他去完成这个伏寮大计 当时他一去到前线 为了整顿这个军纪 他就利用上方宝剑 杀了一个他认为是木毛军纪的 皮岛首将毛文龙 这个举动其实就是善杀朝廷大将 因此捉路了崇禁皇帝 正正因为当时这个辽东地区只有他一个重将 所以暂且未出声 而这个也引发到后来 为何袁崇环会被杀的原因之一 然后去到崇禁二年 即是1629年的时候 这个王太极继位 他特意避开了袁崇环所防守的陵远城 和山海关 绕了一个大路去直接进击当时的北京城 袁崇环得知这个京城受到攻打之后 就立即带领着9000个骑兵 就用了两日两夜急行军 就回到京城附近 并且就和这个山海关的总兵 这个满贵会合 然后就防守这个京城 最终当然就击退了这个王太极的军队 并且就可以说得上 是成为明朝的最后一度的长城 或者有人比喻他是明朝第二个于谦 于谦在英中时期 又是差一点京城被攻陷 就是在京城死守 击退了那班外族 正正在这个时候 崇禁皇帝收到一个消息 而这个消息 也是直接导致后来 袁崇环被杀的原因 这个消息的来源 就是来源一个由后金俘虏了的太监 不过他逃了出来 他就说了这个消息给皇帝听 他就说在他被俘虏的期间 他就亲耳听到 这个袁崇环的下属 去和这个王太极交涉 甚至乎这个下属 在王太极面前邀功 说他成功放了他们 进来去攻打北京城 而崇禁帝 原本对于袁崇环 借助他所赐的上方保剑 善杀这个朝廷大将 已经有点不满 再加上这件事 更加加深了 对袁崇环的怀疑 而继而 和袁崇环有过节的 山海关的总兵 满贵又走来告语了 就是说 袁崇环和外敌勾结 因为射箱他的战上面 是有袁崇环三个字的 所以呢 崇禁皇帝就认为 袁崇环应该是勾结外敌 通翻买国 所以就立刻把袁崇环捉了上来 过了几个月之后 更加是用中国历史上 最凶残的处理办法 的死刑去凌迟处死袁崇环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凌迟处死 即是撇他的肉出来 是呀 没错 那明朝的宁慈呢 相传是用三千刀 才割掉他的肉 嗯 很可憐 但是呢 至于这个明将的死呢 是不是真的因为他通翻卖国呢 相信大家 听完前面的故事 都觉得呢 他绝对不会是一个 通翻卖国的汉奸 那后来呢 因为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呢 甚至乎是其他的学者呢 对于袁崇环的研究呢 都认为呢 他是含冤受屈而死的 那因为袁崇环呢 就成为了当时后今呢 要抢夺明朝江山的一个心腹大患 那所以王太极呢 就采纳了他下属的一个大臣呢 是泛民情的一个反间计 他们当中呢 就偽造了呢 袁崇环和王太极之间的书信 更加呢 就找人呢 去冒充袁崇环的使者呢 去见王太极 并且呢 是故意被那位太监听到 然后又故意放回他走 那至于作战的时候呢 就更加用到袁崇环射过来的战呢 去特意射中这个满轨 然后就造成呢 好像袁崇环是有份 帮助这个清兵呢 去攻打这个满贵一样的假仗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才有了刚才我们所说 这个满贵告御长和这个太监呢 去告密的这两方面的事件 然后导致呢 袁崇环呢 就被崇禁皇帝呢 就以通返买国之罪呢 凌辞处死了 那也都因为袁崇环被杀之后呢 可以说是明朝最后一道北方的长城呢 就被这个崇禁皇帝呢 自己所摧毁 那日后呢 也都埋下了明朝滅亡的这个伏线 好了 那今集呢 关于袁崇环的故事呢 我们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赞 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铃铃 下次再跟大家讲其他中国历史啦 拜拜